独神的话语 为养属灵生命 牧者带领灵修 传递恩典真理 牧者恩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收听牧者恩言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篇文章 天天尽职 作者杜磊 经文上说 大魏派亚萨和他的弟兄 在约会前常常侍奉耶和华 一日尽一日的职份 又派俄鳖以东 和他的弟兄六十八人 与耶渡顿的儿子俄鳖以东 并和萨做守门的 且派祭司撒都 和他的弟兄仲祭司 在鸡变的秋坛 耶和华的帐牧前 凡祭坛上每日早晚 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 所吩咐以色列人的 常给耶和华献凡祭 历代至上十六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 圣经中评论大魏王是和神心意的人 如此评论恰如其分 这并非说他从来没有亏欠过上帝 而是说他愿按照神的带领 忠心服侍上帝 每天尽心竭力 讨主悦纳 完成主的托付 这种忠心者并非多见 在现今的时代 忠心者非常难寻 教会牧师 传道和职场都是如此 令人悲伤感叹 大魏赢得主战场得胜后 迎接神的约会 进入预备好的会幕 先前方法不当 不过在神带领下 很快地纠正错误 指派亚萨和他的弟兄们 开始在约会前侍奉 这表明作为君王的他 也以侍奉神为荣耀 而且是天天不断地侍奉 这真的不太容易 因为这种尾身的侍奉 需要花费巨大代价 才能做好 不过人有一个危险 会将天天的尽职侍奉 变成一种习惯性 礼节性和职业性的动作 如同老李立晚年时的光景 这是我们需要时常 给自己敲警钟的地方 亚萨家的侍奉主要有三大特点 都和耶稣基督的侍奉相仿 第一 大魏王暗指将来要来的弥赛亚 受高者 因此和大魏差派亚萨 和他的弟兄一样 耶稣也差派门徒 赐给他们权柄去侍奉神 第二 亚萨家是在神圣洁的约会前侍奉 而面对约会的彻底侍奉 他们的侍奉是用圣洁心灵的侍奉 同样 耶稣要他的门徒 要效法圣洁的美德 第三 亚萨的侍奉是不断的侍奉 什么是常常侍奉呢 圣经西伯来的基本意思是 永不停止的侍奉 显然 是一代 接续一代的侍奉 是前有来者 后有继承者的侍奉 同样 耶稣也要求他的门徒 用永恒侍奉的态度 来侍奉神 忠心侍奉 就是天天侍奉 忠心和信心 如同双胞胎 形影不离 哪里有忠心 必有信心相伴 十八世纪 英国有位叫曼宁的 基督教作家传道者 后来成为 威斯特·敏斯特的大主教 他的信心和忠心 曾经经历过极大的考验 和黑暗阶段 一次 他路过一家基督教书坊 希望得到一本 灵修的小册子 他正期待时 只听见店员高声呼唤 曼宁的信心和忠心 都卖完了 从此 他灵性振奋 忠心服侍 迟到回天家 今天的世代 圣灵在大声呼唤 由忠心信心的仆人 站出来 传扬主道 引述两位先贤的话 作为勉励 奥古斯丁说 信心是你所看不见的 忠心是你所看见的行动 亚历山大的 克莱蒙如此说 信心和忠心 是自告奋勇的主动参与 奋勇当先的感为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基督 求你给我忠心和信心 天天侍奉 不要放弃我 鼓励我在侍奉中 享受你的荣耀 如此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